Makayo开直播指控丁晓琴见钱不孩!好姊妹翻脸! Makayo,左,控丁晓琴见钱不孩!图翻社脸书,2018万0306! 丁晓琴陆续传出卖假包,恶性欠债,股东财物纠纷等新闻事件,现在连好姊妹Makayo都成为受害者! Makayo和子子胖姐上个月开直播,指控丁晓琴卖假包欠钱不孩,事后问他还已读不回,言当至今都五年了!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Makayo表示胖姐当初在网络看中一个季饭系的名牌包,丁晓琴表示自己可以帮忙订购,要胖姐先汇35000元给他,但后来丁晓琴拿给Makayo和胖姐看的包包,却不是胖姐当初想要买的包包,之后丁晓琴就一直以包包没货了为由迟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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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迟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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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钱翠子掏腰包又花了46000元,去买了正宽的季范新名牌包。 此外,Macchio也抱怨曾花35000元跟丁小琴买二手香奈儿包,但用了差不多一年就坏掉,怀疑包包是假货,因为香奈儿的包包很耐用可以用好几年。 而且经过这些事件,二人的友谊已经渐渐降温。 据悉,直播播出后,丁小琴有打电话质问Macchio为何在直播中讲这件事,希望能私下解决。 而且也已经答应,下个月会照时间还胖解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